回顾大体老师 黄栋梁的人生 其实子女晚辈 对这位父亲相当陌生 因为黄栋梁生前交友广阔 总是忽略亲情 疏于照顾家庭 但是家人始终用包容的态度面对 这样的善解的孝心 是来自于正言上人的法语 黄栋梁的媳妇以及女儿 都是慈祭委员 他们谨记 行善行孝不能等 因此直到黄栋梁生病到往生 一家人始终都紧紧陪伴 将左邻右舍送过来的 回收物先整理干净 慈祭志工黄宝珠的家 就是社区的小型回收据点 投入慈祭二十几年岁月 黄宝珠无怨无悔 而这份坚持 更牵起父亲与慈祭的姻缘 黄宝珠的父亲黄栋梁 肺癌往生前决定捐赠大体 我是心里都有这个愿 因为我本身我也有签 可是要捐大体 也要因缘俱足 我才能捐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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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我持续二十年了 我这样惊悔 红红红红红 可是以外现在 我就是说 我们是要跟着上人修行 黄栋梁成就医学的勇敢 最感动的莫过于家人至亲 回顾过往黄栋梁的照片 总是很少有机会 能够和家人合照 年轻时交友广阔的个性 曾经让黄栋梁忽视亲情的可贵 不过家人对黄栋梁没有埋怨 而是以包容善解的态度善待父亲 上人讲的 人在呼吸间 更能让他去做了这大体 卷真真的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念力 一个念头就做了 因为慈悸化解黄栋梁与家人之间 长期以来的隔阂与陌生 因此直到黄栋梁生命结束之前 亲情的陪伴不曾间断 到最后他微微在呼吸的时候 我在耳边跟他讲说 上人说万般带不去 唯有他的随身 爸你不要欢乐 他庆安自在 我都会很好 过往黄栋梁曾经是游戏人间的父亲 如今成为贡献良能的大体老师 黄栋梁的子女相信 以前他们从黄栋梁身上 渴望得到的父爱 未来将转化为无私大爱 继续留爱人间 大爱新闻 蔡新怡 陈丽伟 高雄报导